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非洲老司机 欢迎大家来到环球十年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很少更新视频 以至于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系我们的视频 我们最近在干什么 今天早上我妈还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问我在干啥 为什么没有消息 为什么连朋友圈都很少发了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录个视频 给大家看看我们最近都在干啥 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已经去了好几个城市了 但是我去到这些城市就发现 传统的旅游项目玩起来没什么劲 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常年在外面旅游的 所以一般的东西 我玩的已经没劲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一个 比较有劲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来到了这个院子里面 这个院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陆地巡洋舰 但是这些陆地巡洋舰年份都比较长了 像我们旁边的这辆车都是1992年生产的 像我们这辆车都是2001年生产的 它都年份都很老了 但这个车为什么都全部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 是一家当地的旅行社 旅游公司叫做Waymaty Safari Safari这个词翻译过来 就是游猎 就是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 一些欧美的贵族来到非洲这边 他们都会开着这种游猎车 到草原里面去打猎 进入21世纪以来 现在当地的法律已经不允许 到草原里面去打猎了嘛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游客 同样的可以开着这种游猎车 去到草原里面去观赏当地的野生动物 比如狮子啊长极鹿啊什么的 可以给他们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我们今天这个公司就是我请的向导翻译 李虎他哥哥的公司 我们今天就借一辆他这个的车 到外面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到非洲来这边参观动物 会做什么样的座驾 我们现在就上到这辆车的驾驶舱了 它驾驶舱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玻璃啊 所有的东西都是手动式升降的啊 因为这辆车的年份也比较老了 我们刚才出来之前看了一下这辆车的年份 是2010年生产的 也就是说这辆车已经有13年的一个车龄了 当然对比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1992年生产的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了 但是它所有的这些配置啊 车内所有的配置基本上都是机械式的 大家可以看看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诱多车的驾驶舱 我以前没有开过诱多车 大家可以看看 泥河刹车油门这些都是一样的嘛 这些没差别 最大的区别是这边啊 像我们国内这边两个挡把的话 一个是雨刮器一个是转向灯嘛 它刚好是反的 它左手是雨刮右手是转向灯这些 挡把也是这样子的 挡把在我们左手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仪表台 仪表台上只有两个油箱的油料 还有温度表水温表 还有另外就是一个速度表 它是没有转速表的 大家看 当然两个油箱都能看到 我们现在把这个车启动一下 看一看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也是机械钥匙启动的嘛 没问题轻松启动啊 但是没有转速表 我们就看不到它的转速了 能看到它的油料水温 我们来拆辆脚油 试试看它的这个引擎声音怎么样 作为一个13年代的车 大家听这个声音觉得怎么样呢 另外这些就是它的机械操作台了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空调出风口 我们可以试一下它的空调怎么样啊 空调还能开起来啊 有风出来啊 这边是它的收音机 还有一个时间 空调这些啊 点烟器 这些不知道有用没用啊 然后这个挡把挡把的话 总共是五个前进挡 一个倒退挡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两区四区的一个切换 就是这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来正式试开一下 右舵车是什么感受啊 先系上安全带 老司机要试车了啊 来看一看 我们第一次开右舵车 好好好 我们现在是到了村里的这个叫足球场啊 野球场 如果有越野路段开起来应该更爽啊 我试开一下 所以我们这是封闭路段试车啊 封闭路段试车啊 封闭路段试车啊 哈哈哈哈 野球场试一下 我试一下这个车的动力啊 它是一个直链六缸的发动机 看一下动力来的怎么样 还是换挡路段试车是很那个很习惯 可以啊 没问题没问题 开起来没什么没什么感觉啊 没什么差别有多车 没什么差别有多车 没问题没问题 轻轻松松啊 轻轻松松啊 轻轻松松 哇老司机 厉害 欢迎来在我们的公司 这辆车轻松驾驭 那么这辆车呢 它后面总共是有6个座位 那前面呢是正驾驶 副驾驶两个座位 总共就是8个座位 作为游客呢 我们去参观动物的时候 就是坐在这样的地方了 去参观啊野外的动物 它这边是有一个玻璃的 这个玻璃升降器也是手动式的 跟前面是一样的 全手动的 如果你想跟动物有一个 临近的接触的话 你可以探出头啊 你不怕被狮子吃掉的话 那我们尽量建议呢 如果你去草原里面的时候 还是把玻璃升降起来啊 除此以外 你还想跟动物有亲密接触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 它这边的这些所有的旅行车呢 都是可以把车顶打开的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把车顶打开 这边有两个卡子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把这个车顶顶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需要一点技巧 要有点费劲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刚好 啊 大家可以看看 好好好 对好了 好 我们把这里把车顶打开以后 对 你就可以跟动物邻居里接触了 如果我们的体型比较矮的话 你看动物的时候 还得垫着脚看 是不是很难受 他们这个车里呢 还有配备一个非常贴心的配置啊 就是这样一个扶手包 你可以把这个扶手放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脱鞋 站在这上面 垫在这里以后 这样子看动物 就很舒服了 每个座位都能够看到动物的啊 你不光可以到前面 这个座位也可以 每个座位都可以看到 360度 无视角看啊 这就很舒服了 而且这个车啊 不光有这个配置 大家可以看看 它这里还有冰箱 我们在出发之前呢 可以买一些能饮什么的 放到这个冰箱里面 到了草原里面 你可以想吃什么 吃什么 想喝什么 喝什么 都是这边的旅游车的一个标配 另外这个车呢 还有配备 煮咖啡的一个用具 大家可以看看 咖啡符啊 还有什么的 餐具什么的都有 大家可以看看 这配置怎么样 这个呢是储物袋 你可以放一些吃的呀 零食啊什么的 放到这里面 这边呢是有一个急救箱 假如你身体有突然出现一些不适的话 这边急救箱可以帮助你一些处理 我们说了冰箱这些啥的 那这个车上当然是有电源配置的了 大家可以看看 在前面啊 这边有两个插座 你的手机啊 你的相机啊什么的 都可以到这边充电啊 这边还有直接有USB口的 如果你没有带充电头 也没关系啊 直接可以从这里直接插电 给手机设备充电 像这里呢 还有配备一些放水的地方 另外这里还有洗手液啊 免洗的 免洗的洗手液 直接弄出来 给手消消毒啊 吃食物 因为我们知道 非洲这边吃东西的话 他们都是用手嘛 所以这边免洗洗手液 这边还有一个赶苍蝇的毛刷 这是动物毛 然后用一个竹棍编成的一个小哨子 可以赶苍蝇啥的 赶苍蝇蚊子啥的 这是纸巾啊 卫生纸也给配备了 假如你们一个队伍的人比较多 你和同伴有分开乘坐一辆车的话 这边还有对讲机 因为我们到了草原里面 肯定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嘛 就靠这个来通信了 可以告诉他 动摇动摇 我是动两 我是动两 我们这边有狮子 我们这边有狮子 赶紧过来赶紧过来 这样可以跟同伴有一个通讯 这个车给我个人的乘坐感受 还是比较宽敞的 它不像一般的小型车 车辆很拥挤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看 我这个乘坐空间 不光是第一排 第二排也是还不错的 像我的体重是160斤的 大家可以看看 我坐任何一个座位 可以给大家看看 我觉得都还可以 观看动物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体验 那我们今天也拿到了 这家公司的价目表了 他们首页这边是一个八天的套餐 要去几个国家公园里面参观 因为坦桑尼亚这边 它的看动物 不光是去赛伦盖地 还有其他的国家公园都可以看 它有去几个国家公园 它这边的报价的话 两个人的套餐的话 是一人是3500美金 四个人的话就是3100美金 也就是说你一个团队里面 人越多 那么平摊下来的每个人的费用 就相对来说低一点 它六个人的报价就是2900美金 这是八天的一个行程 就八天你吃住导游司机 什么都给你包含在里面了 它除此之外也有六天的行程 四天的行程都有 最短的话它这边是四天的行程 当然你也可以单独租这个车出去玩 租这个车的费用 单天的话好像是300多美金一天 包含一个司机的费用 它这边最短的行程是四天 四天的行程的话 一个人是1740美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你好 我叫刘鲁鲁 我是香港导游 大家要先出沙鲁鲁地国家公园 相关 拜拜 另外就是他们这边到草原里面 去观看动物 不像我们国内那些景区啥的 都是给你修的柏油路 修的好好的 你随便快一个观光车去看都可以 他们这边的路都是那种沙石路 最原始的沙石路 所以都是需要这种硬派的越野车 到里面去